今天的视频会晤 是在关键时刻 两国元首对中美关系的 又一次把握隐行 对下阶段中美关系的发展意义重大 影响深远 新军民主席同拜登总统同意 通过多种形式保持联系 我们对两国元首各种形式的沟通 包括面对面接触 持开放态度 顺其自然 水到渠成 关键是双方要相向而行 用行动营造良好氛围 确保会晤取得积极成果 中美关系如果回不到过去 就应当面向未来 中方不抱幻想 但有信心将继续保持定力 凡是有利于中美关系发展的选项 中方都持开放态度 同时我们又是讲原则的 概括起来就是习近平主席今天讲的三点原则 相互尊重 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